出坡可以说是维系生团运作的重要制度 更是成就大众道业的圣妙福田 在道场中有着各项事物服务利益大众 扩大心量 培养慈悲与智慧 学习各项技能 所谓菩萨宠武明促学 体会禅定心性之力 与动静之间磨练 维系佛法 普利群生 整理这个环境不是说光作物而已 其实它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只光修慧 不修福 那我们就大象挂音乐 那修福 不修慧 罗汉托公波 花莲花 其实我没有学过画画 我也不是艺术家 那我就是有兴趣去画 画这个莲花 就越画越有兴趣 然后再画这个当中 我的心是一边画一边念佛 所以可以让我的心更亲近 然后可以美化这里的环境 庄严道场 信徒或一切法师居士来的时候 就看了会花喜充满 初波不仅是修福 更是成就道业的契机 同时也是在修习六度万行 上下合力 分工合作 团结一心 共同为弘扬佛法 而贡献心力 因合和而力量大 让来到众的善性 一见到庄严清静的环境 就心生欢喜 时方新闻 慰文许建议 嘉义 财阳报导